接下来看第六场赛事 第六场是四班泥地1200米的场合 第二门又落在喜劲企身上 2.9倍开飞,过完关轴2.2倍 到最后阶段2.9倍 对手当中,甘地飞客的新胜马 开飞6.4倍,开飞时回很多 回到8.4倍 岳林天下开飞8.4倍 尾尾也有些飞,落到6.1倍 着绿灯有几匹,你想回报落到7.3倍 威风进马落到9.9倍,而一路顺风落到8.3倍 三天的次关,第六场是四班痴二米的泥地赛 好,一起步的时候,出得快点 近外当那堆就快点 岳林天下,威风进马 中间有着蓝三黄母一路顺风,骑上来带 接着埋栏那边还有霜天至尊 我当来是美满将来 后一阵马就理想回报 甘地飞客起步都快,不太后 接着还有超然 然后内当一匹六三的上步先锋 起劲期尾三,尾以为正时机 包紧未暂时是潘顿的欢乐一生 开始入湾的时候,岳林天下能否迫来 今次没那么如意 因为内侧被一路顺风顶着他 外当还加多一只来逼押他 就是美满将来 首要第四是霜天至尊 然后威风进马 和理想回报,这么早就骑 来当那边上步先锋起劲期 骑了很久了 再接着就欢乐一生金地飞客 退了去正时机,包紧未暂时是超然 进来后直路都实了 前面,岳林天下一发力 这边带着两个马位就似无似样 是威细勢 但一路顺风其实是未断的 一路打着追着他 后面杀上来的 冷门马来的 霜天至尊 我当上来是起劲期 然后八多米 前面岳林天下不行了 顶到这边都脚远了 追着他一路顺风过去先 后面杀上来 霜天至尊大叫我当是起劲期 过去第一名一路顺风 第二名霜天至尊 第三名是起劲期 第四名是岳林天下 起劲期也准 之前三场第二都加了他七分 变成越来越难赢 又加七分 那几场马都硬砌 其实他也算是这样 即是Win很难拨打这些 对 因为档位也不好 马都挺忠心的 其实 不过很早要骑 所以每次用的力都会比较多 他差不多转弯要骑 他就会比较多 岳林天下也是这样 让他休息一会 他够快 抽外档也够快 其实他四班没有问题 也很视乎他内侧有没有马 跟他对抗 他季初赢也是11档 现在12档也能够来 他的单骑戴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这次不行 单骑戴不掉 那里很明显 那里花多了力 但是戴不掉也好 他也不是散开了 以前很惊吓 戴不掉也会散开 现在已经进步了 我估计了 我估计了 所以他能保持四班 应该有些机会 有些机会 不过有阻碼也真的用多了 包括这个起劲器 所以变成那些用得比较少 就打了冷 伤天自尊那些 之前全部都不行 比较近一场 早几场在1400 有一场比较近 但是接着那几场 玩得不好 其实可能都是 因为比如 那些档位 比较好些 就省了个脚程 令他们跑得好 即现在说 譬如 甚至乎现在赢马 一路顺风 上名的双天自尊 都是这样的情况 路过少少光的 跑了几场之前 那场1400 撲上来 抹了第五 但是你要跟他几场 这些真的跟得索气 这些 分断时间 头段23秒68 第段21秒76 末段23秒41 总时间1分08秒85 金地飞客 好像失望一点 回来田泰安有报告 他说 今场 后竞没有尝试那么强 因为上一场 上一场在塞曼地跑 报告 不像上次在塞曼地 追得这么好 正常来也可以 以前出了名的产泥车 甚至乎如果在赛事的早段 你还会觉得有点开心 因为早段出门很快 他不是平时下这么多 尾三四左右 不是落后 谁知道他出门快 本来在中段 跑跑一下 又退后了 直路又不是追很多 他上次起步都不慢 都是中间 其实大致上没什么分别 不过今天的不同 就是他说 后竞没那么强 不是没那么强 是没了 他半路是退下去 是啊 也很少见他这样 我开始以为 是不是有东西 验不验到东西 验回来验 没有事 我想中年马用了一场 他未必会得到 我想跟场地是无关的 场地拿来说 另外还有问一下 一只理想回报 何敏连说 之前跟他试过集都满意 不过马金日强 他就没有了 大家都看过 600已经骑了 一滴都没有 好了 我们先休息一会 回来再说第七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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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